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漫威电影《神奇四侠2》 自从上一部《神奇四侠》打败了超级大反派杨教授后 橡皮人和隐形女的感情日益增长 他们的婚礼将在周末举行 同时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异常的天气状况 而带来这一切的是来自外星的隐影虾 它在主人行星吞噬者的命令下来到地球 为它吞噬地球补充能量铺路 好巧不巧地破坏了这场由斯坦里做客的世纪大婚 火人赶紧追上去想抓住它 但它完全不是隐影侠的对手 被抓到太空后直接扔回了地球 回到集体后 它居然可以通过肢体接触和队友互换超能力 隐形女变得会飞会自然 火人也可以隐形 这让隐形女又出了一次洋相 橡皮人通过研究后发现 是隐形侠的攻击破坏了火人身体的分子结构 让她变得极其不稳定 才出现了这个状况 隐形侠仍然没有停止她的行动 在地面上不停地打大坑 诡异的是超级大反派杨教授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活了过来 可能是因为隐形侠的到来 也破坏了她的分子结构吧 虚弱的她找到了隐形侠想和她联手 没想到被揍了一顿 而这一揍居然恢复了杨教授的所有能力 另一边橡皮人通过规律预测出了下一个大坑地点 带着队友们准备一起去抓隐形侠 没想到的是这次行动很不顺利 差点害死许多无辜的市民 负责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很不满意 便找到了处心积虑想被找到的杨教授 要她参与此次的抓捕行动 经过一顿杨教授上次挨揍画面的分析 众人发现 隐形侠的能力都是通过她脚底下的冲浪板提供的 只需要将它们分开 应该就能抓到她 橡皮人很快就研发出了一个干扰设备 和军队一起在下一个空洞地点埋伏她 就在他们安装干扰器的时候 隐形侠出现在了隐形女身边 隐形女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只是说要毁灭地球的不是自己 此时一颗导弹向他们飞来 隐形侠吸收了导弹保护了隐形女 冲向军队准备开战 关键时刻神奇四侠启动了干扰器 将隐形侠从冲浪板上打了下来 她被军队关押起来进行非人道的审问 隐形女偷偷潜入了审询室才知道 她都是为了自己的家园和爱人 如果她不为虎作伤 自己的家园和爱人就会被吞噬 而隐形女刚好让她想起了自己的爱人 所以刚刚才会救她 行星吞噬者之所以能够找到地球 都是因为冲浪板的指引 那对行星吞噬者来说就是一个灯塔 夜影侠只需要踩着冲浪板离开地球 就能够拯救这个世界 同时老奸巨华的杨教授 发动大招电死了总指挥 然后踏上冲浪板取见世面了 神奇四侠立刻开着自己的专属飞船 对她展开全面攻击 然后利用三合一的超能力 不出所料的干趴了杨教授夺回了冲浪板 但是隐形女却在战斗中为了保护隐形侠死了 隐形侠本来就看着她像看到了自己的爱人 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 于是重新踏上冲浪板 用自己的超能力救活了她 然后冲向了行星吞噬者 和她同归于尽 挽救了地球的无数生灵 橡皮人也终于和隐形女 在日本举办了一场不超过一分钟的婚礼 因为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拯救地球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长得好看不仅可以为所欲为 还可以拯救世界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好好生活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电台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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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